看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影圈服務的一個機構 我們對每年香港演員拍幾多部 拍什麼題材 怎樣發行 完全我們不關這個事 他只要拍得出來 按照那個規則 我們就提供服務 他如果可以拿到票數就入圍 第二輪選了之後拿到票 他就贏 有贏 有輸 遊戲每年十九個獎 每個獎中都有百分之八十的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如果我們這樣看的話好像很殘忍 但其實我覺得 他是一個院內的獎 我覺得所有被騎兵 應該在國內內進行去享受 因為沒有人知道結果是怎樣的 至於你說十九歲那裡 之前我都沒有看廣告 還需要再多一次嗎 可能有些朋友沒有聽過 近期我在網路上有看 有些年輕人或者網民的反應 經常說這個電影片是個小圈子 小圈子 他其實在四十分業舉辦了 如果要看你以什麼角度去看他 他是一個工業獎 來的 我們到現在已經有二千個投票的人 那是否小圈子要你以什麼角度去看他 我們都說過經過這件事其實 他是有些紛爭 但是無端端其實今天獎是被捲入的 我們在這件事也都從來沒試過去處理這麼久的時間 直至在一個禮拜之前 其實 擺平坊也有些願意給我們一些片片 但是其實我們已經過了一個sensor的時間 當然也都我們覺得 如果校方都已經覺得要退出的話 他們可能不想看到幕後的人 大家看過今天有三位 我們應該要維持到做法 是沒有片 結果很明顯的 因為第二輪 我們有超過一千位投票人 另外有七十五位的專業評審 專業評審是沒有一個間諜的 有一個評選事務小組 按照他們的投票率 等等和他們以前的地位、經驗等等 而每年去選這七十五位專業評審 裡面有五位是海外地區 那這七十五位專業評審 其實是佔百分之五十五的分數 其他那千多人佔百分之四十五的分數 但是那個比例大概 實質的投票率我沒有清楚 會計師還沒有告訴我 我時候會知道 我們當初董事高的決定 但是他已經在做了二千場的情況之下 我們有這麼多人投了票 我們也不可能去仲裁這件事 去查這件事 我們沒有這個權力的 既然他都入圍了 在社會上當時出了很大的事的時候 我們很詳細地考慮過 就決定不去取消他的被提名資格 他們已經入圍了 因為第二輪的評判 投票人 我覺得他們有智慧去面對這件事 就是把這個權力去交給他們 我亦都在強調一下 我們董事局十四個董事 是一致不認為我們要行使這個權力 我們在所有會的會場 基本上都會說 董事局有多留一切 有些錢在做什麼什麼 我覺得在現有這個 這件事的情況下 我們不會去取消任何被提名資格 以及去取消他去繼續比賽 這是我們決定的 也有很多人紛爭說 你們金融獎這麼多個價格 我想退出也不行 在41年整個發展的過程中 最早是電影商開始舉辦標像 後期我們參考工業獎 就是Oscar 我們參考工業獎 Oscar現在有9千2萬人投票 有4千個 現在有9千2萬人投票 他是一個工業獎 不是康城、柏林那些棋位 我也不知道怎樣去講 整件事是非常複雜的 我本想是做一個專訪 我最主要是讓我們這個行業裡面的行家知道 因為從第一天開始我們已經知道 我已經知道這件事 是不會有一個方法令大家都會認同 所以這個決定了 現在出來我想這個結果就是 證實到是投票的人的意願 OK 那你說我有什麼立場 其實在作為公會那裡沒有立場 結果已經是 這個結果 所有結果都不是我們可以錯誘 任何個獎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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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